區議會選舉結束 民建聯工聯會大勝 法民主派多個重量級人馬落敗 議席進一步萎縮 民建聯成為大贏家 一共拿到136席 佔總議席大約是三成 當選率有七成半 工聯會有29個人當選 當中17個人同屬民建聯成員 民主黨只拿到47個議席 是回歸以來的新帝 民協保住15席 自由黨有9個人當選 5個民黨只有7席 第一次參選的新民黨有4個人贏了 人民力量幾乎全軍封沒 只有1席 而社民連26個人參選 全部都無功而還 民主黨今次選舉面對人民力量的追擊 主席何俊仁總結選舉結果的時候說 證明選民不支持激進手法 而副主席劉慧卿就說 要跟激進的政黨劃清界線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人民力量的陳偉業追擊之下 以300多票壓倒新界社團聯會支持的審感 保住樂趣選區的議席 最高興我們今天不用食意的 民主黨今屆派出132人參選 最終47人當選 議席比現在少了三席 何俊仁說 人民力量派人在多個選區追擊民主黨 破壞民主派團結 他們的整個做法是破壞了一向以來 民主派的團結 他們的目的真是想製造這個分裂 從而進一步使得建制派 有更大勝出的機會 無論他們的影響多大也好 而副主席劉慧卿強調 不會和激進黨派協調 明年超級區議會議席的部署 那些人我們一定要劃清界線 民主黨是要給社會訊息 民主黨是用一個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的方法去做事 所以有些人 他不是我們的同路人 也不需要有什麼再談 開心靈怯 爭取進步 賀俊仁說 以往在整體投票率高的情況之下 泛民和建制派得票大約是六四之比 但今次即使投票率高過上屆 泛民所得的議席 仍然不及建制派 他相信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建制派動員了新登記選民出來投票 但他相信六四比率能不能夠維持 要到明年立法會選舉 才會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來 無線電視記者鄭穗文報導 被視為激進民主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在今屆區選遭受重創 社民連主席陶均衡辭職 但就說不會改變抗爭路線 任馬力量就說會調整策略 社民連二十六人參選 全軍覆沒 包括空降中西區官農選區的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 得票只是民建聯葉國謙的大約三分一 有有有有有有 麥國雄就在灣仔落活書給白雲琴 麥國雄說要反省一下激進的表達方式 可不可以更有技巧 特首說這樣 那個雞蛋可以考慮而已 考慮就未必需要扔出去 在竹原北選區落敗的社民連主席 陶均衡承認失敗 決定辭任主席 不過不會放棄抗爭 我作為社民連的主席 主要的負責人 亦都是帶領今次的推議會選舉 我將會是辭任這個主席的一職位 但是呢 更加能夠反映到 其實我們這個抗爭路線 走基層的路線 其實未來的道路是更加困難 以及是驚激滿座 但是即使是這樣 儘管是這樣 我們的抗爭路線是更改變 至於由社民連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 一樣輸得慘烈 主席劉家雄在大坑區慘敗 能否撐到 撐到 撐到 未撐 跨區去到屯門 追擊何俊仁的陳偉業 得票只是對手的一成七 多 學了很多 我真的學了 有維園阿哥之稱的任亮憲 追擊工聯會重量級人馬陳婉譚 最後只得到441票 輸3,000票 62人參選 結果只得到一席 一直強調飄齋飄償的人民力量承認失敗 很明顯從選舉結果 就看到我們這個運動基本上是失敗的 我們不會因為小人認同 你就要轉路線的 如果這樣我們跟建制派都沒有分別的 但是策略可能可以調整 黃毓民說會開10次會商討 無線電視記者鄭施庭報導 至於公民黨兩位立法會議員都在區選落敗 議席總數亦都減少 黨魁梁家傑只是因為建制派動員能力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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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黨的陳淑莊在山頂選區 比自由黨的陳浩蓮少了近一半票 連任失敗 空降沙田第一城的湯家驊同樣慘敗 票數只是對手的一半 上屆首次進軍區選就贏到8席的公民黨 之後陸續有區議員入黨 到今次選舉之前議席增加到12個 等今次選舉點完票 總得票比上屆少3千張 議席就剩下7席 公民黨連副主席黎廣德都輸了 而在港珠澳大喬斯發福恨案 協助東涌居民朱婆婆的公民黨執委王康明 也再次敗選黃大仙 黨魁梁家傑沒有回應是否承認失敗 強調會繼續捍衛法治精神 由止建制派動員能力強 北京透過中聯辦 開動在香港的選舉機器 它的組織票可以說是要多少 有多少 有時候很驚奇 都不知道票是哪裡來的 你說北京有設計 就是預測那個選舉人 其實是每天實質的人 你是誰在報館的 香港商報 我想你得到消息可能比我更清楚 我都想知道你的問題的答案 但是從客觀來說 你看到那些票在一天的日程之中的調配 你其實知道那種駕馭能力之強 他希望民主派共同檢討形勢 我覺得痛定思痛的不僅僅是公民黨 民主派這次都應該痛定思痛 為尤其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的部署 坐下來談 他又說公民黨再次參選的比例偏低 是因為區議會現在的模式難以吸引專業人士 要留住一個正在當責的大律師 或者一個工程師 要他每天用十個小時在區裏面做 如果你越來越是蛇齋餅種 那你找個年輕的主業人士下去 我都覺得說不過去 他說公民黨會強化地區工作 母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 而建制派在多個選區贏出 民建聯比上一屆多了21席 還有部電定區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 至於工聯會新人劉桂蓉 更加擊敗從政多年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兩大工會對女 有工聯會小花之稱的劉桂蓉 在天水為富因 一舉挫敗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 參選初期其實街坊都會問我 會不會存職在這一區服務 我想街坊其實都是著重 希望有一個存職的議員 我們的候選人也不是附屋的 他們真的經過很艱苦 滾出來的 民建聯在現有議席之外 進一步拓展版圖 180人出選 當選率超過七成 民建聯就說 參選別人的區工作紮實 才可以贏得民心 就算有一次村裡有個女生 買了個名牌手袋 怎料用兩用就脫了皮 那便要找到她 那本來這些都不是 什麼工作 走去那裡要求 可不可以換個個保護 她也陪她去 事無大小 她也去幫人 那是別人的感受 所以這人對她真的很好 對於泛民政黨質疑 他們靠派禮物吸引居民 民建聯反駁說 選民成熟 不會因為物質吸引而投票支持 母線電視記者林超而報導 今屆區議會選出的議員 可以參與各族 明年的超級區議會議席 有學者分析 作為大贏家的民建聯 足夠提名多張名單參選 至於泛民部分空港的 重量級政治明星 地區工作不夠紮實 未能夠取得選民的支持 今屆不少重量級人馬 落區選區議員 都面對選民類似的疑問 因為要拿到明年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入場圈 被全港選民以不分區 比例代表制一人一票地選出來 首先就要成為民選區議員 民建聯在今屆區議會 一共贏了136席 25個區議員可以提名 一張參選超級區議會的名單計算 理論上 最多可以提名九張超級區議會的名單 而民主黨就可以提名三張名單 民協就足夠提名一張 今次有多達17個立法會議員參選 其中7個落選的全部都是泛民陣營 過半數是空港 有學者分析 泛民的約項在於地區工作 對於公民黨說地區工作只是著重攪蛇煙送禮物 有學者不同意這樣定性 即使你是專業人士 你如果要做區議員 今時今日你都要全職化 最重要的是街坊來到你的議員辦事處 找到你的議員坐在那裡 二號候選人黃楚豐先生 所得票數為1266票 創黨不夠十個月的新民黨有四個人勝出 包括在大坑連任成功的黃楚豐 他感謝失聲都幫他拉票的黨主席葉劉淑儀 新民黨葉太史醫生也都對我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來幫我站台很多很多次了 也都很感謝他們兩位 至於代表新民黨在九龍東出戰的紀律部隊 前成員廖潔明和屈其安就落敗 自由黨今屆拿到九席 當選率有三成七比上一屆高 包括修復山頂的根據地 民協連同主席馮檢基在內拿到十五席 比上一屆再少了兩席 馮檢基認為只是勉強合格 今屆票後是從出江湖的工聯會陳婉嫻 拿到三千多票 票王借北區答應出選民建聯的劉國勳 票數最接近的兩個候選人 由尖旺區的梁偉權 以兩票之微險勝民協的林建文 無線電視記者劉智恩報道